歡迎大家收看 喬琳日誌 歡迎大家收看喬琳日誌 1 2 3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喬琳日誌 今天喬琳日誌來到新加坡的Brado 就是 中文叫布萊德 我們今天要吃 這邊有一家拉麵店 是朋友型開的拉麵店 那我們就這都走吧 Let's go 登登 我們到了 這是真實拉麵店 我們這要吃什麼呢 來吧 這上面加奧茶餅 所以這樣一碗麵是10塊9 然後另外一台有一個加 Spicy Tinkas 18塊9 然後我們有加豬肉餃子 豬肉餃子是6塊錢 然後我們的飲料誰來了 這個是Iced Lemon Tea 然後這個是泥泥水 然後一個是一塊10個一杯 OK 我們的餐點到了 好像要吃給大家看 好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那個豬骨湯拉麵 豬骨湯拉麵 這個是有加 他們特別的就是有加一片紫菜 一份叉燒 還有一個半熟蛋 半熟蛋 然後這個呢 這是辣的 其實他們辣 就是有辣椒肉碎 辣椒肉碎 炒了上來 然後加下去 好 那這個有特別嗎 這是6顆豬肉餃子 這個豬肉餃子 我看到他們是現包的 這是現包的喔 所以跟大小油不一樣 很棒很棒 好啦 開動啦 OK 好 首先跟大家介紹這個 我的 Old Puppet 骨頭大一個 大家不知道大家看到這個 它就是全部加進去 它是用大骨湯 它有加一個叉燒 這叉燒很大一個 這我的手指頭 所以這個加起來是10塊9毛錢 它的叉燒 我覺得嫩性還蠻夠的 很有嚼勁 然後有一點帶鹹味 它不是那種很重鹹 四周鹹我覺得還好 然後旁邊有一點 有點焦香 咬筋有點軟軟的 不知道叉燒的部分 好像可以轉了 然後這一 值得喝的就是這個糖 這個是豬大骨湯 我覺得不會很鹹 有一些豬大骨湯會很鹹 所以我覺得還好 吃它這個 糖心蛋 這糖心蛋很漂亮 很香耶 糖心蛋裡面溫度是那種 冰冰涼的 跟外面那個蛋有點溫溫的感覺 有一點溫度差 然後吃進去還蠻軟嫩的 然後你用舌頭稍微點一下 它就整個蛋就會融化散開 在你整個嘴巴裡面 超好吃的 然後再吃它這個 這個是木耳 它的木耳是新鮮果 所以嚼勁很好吃 然後最後吃它的麵 它的麵是細麵喔 所以嚼勁還蠻Q彈的 然後在嘴巴裡面 有一點點那種澱粉感 可是不會太重 所以整體這樣子 我給八點五分 給大家都參考囉 然後它裡面還有青蔥 所以如果有吃蔥的朋友 可以讓它跟這種 泡粉在一起 然後現在吃它這個 餃子 這裡面是包豬肉 新大坡有切的 是不吃豬肉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不要點錯了 咬完一口 彈血麵長這個樣子 它是有陰片 地方是有堅果 所以那個部分 它嚼勁還蠻脆 然後很有嚼勁 然後裡面豬肉 有加蔥在裡面 對 然後它整個那種 豬肉汁 很充滿整個餃子 然後吃起來我覺得 蠻好吃的 我會給八點五分 給大家做參考囉 然後我再喝一口 我看一下我的湯 它的是辣的拉麵 所以湯是這種黃色的 我覺得有辣耶 它比較著名的是這個 肉稅加辣椒下去炒 聞起來我覺得辣椒味還蠻辣的耶 有啊有啊 可是我覺得最喜歡吃辣的朋友 這個辣度還好 一到十分可能才三分而已 對 可是如果不吃辣的朋友 這個辣度可能要七分八分 我覺得還可以耶 我本身不吃法 還沒有被辣到 我覺得OK 瓜辣拉麵的湯 跟這種豬肉稅 我會給八分 給大家參考喔 OK 這間真食拉麵在 醬生 紅客森頭 就是它的一個用餐環境 拉麵店在這邊 然後這邊 小販中心有很多家這樣子 然後這邊也有賣水的地方 然後前面往這邊走 就是MRT了 OK 它在這個125的大牌的一樓 這邊往這邊走 往這邊走 就是真食拉麵店 那它的下的Number是 1至523 一龍的523的Shop 對 其實MRT從這個方向嘛 你早快會碰到這個 裝置藝術 那你就要往這邊走 這邊就是拉麵店囉 從去RMRT路上看到這一點 這是新加坡的賣口罩的Vending Machine 它這是不用錢的 所以你現在還沒有開放 它是11月30跟12月13 開始可以Collation 然後你是用你的IC卡 B 這邊B 然後它有選擇 這個螢幕有選擇 然後每一個人會拿一包掉下去 然後一包裡面是有兩個Mask out 然後這一次它是全部都黑色的 之前有白色或是有什麼 所以我這次全部都是黑色的 對我覺得這個西加坡 這一點還蠻不錯的 對 而且這次有Size喔 之前都沒有Size 這一次有M size L size Extra size 對很棒喔 這樣就可以大家不用排隊搶口罩了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 按訂閱 按分享喔 還有記得開啟小鈴鐺 我有影片上傳的話 也會在第一時間通知你喔